好 毛蟻帶你關心 今天民眾黨立委黃國昌 跟國民黨立委吳宗憲 一起來出席網紅館長陳之漢的 健美比賽活動 不過兩位也被問到 因為針對現在行政院 已經確定要針對國會改革法案 提起複議案 那根據規定 立法院必須要再收到 複議案的15天內來做成決議 所以現在藍綠都決定 要在這一個月內 來發動下鄉選獎的活動 民進黨這邊是打算 六月十四號就起跑 而且首站就鎖定在花蓮 也就是這個總交復婚期 他的本命區 那國民黨這邊也選定了 六月十五號開始 也選在台南 針對這個賴清德的意味 相當濃厚 那民眾黨會不會也加入 下鄉選獎的行列呢 馬上來聽一下 黃國昌的最新說法 我們從過去到現在 我們不斷在做的 就是在解釋國會改革的理念 從外國的立法力 到民進黨自己過去提出過的草案 到我們現在通過的條文 我們都是講道理 逐步一條一條的 跟所有的公民 跟台灣社會做解釋 我們在做的事情 絕對不是像民主進步黨一樣 在散播假訊息 在抹紅抹黑 在說台灣的國會改革 背後是習近平 在下指導旗的 你如果說 像民主進步黨的這種搞法的話 繼續下鄉只是在散播假訊息 對台灣的民主沒有好事 我以為我不是民進黨員 我沒有辦法理解 這個他的想法是什麼 但是如果說是針對副總之外 我覺得蠻幼稚的 好 可以聽到 這個吳宗憲他是提到說 如果這民進黨選在花蓮 就是針對傅崑奇而來 那麼他覺得非常的幼稚 那至於有沒有國民黨內 有沒有什麼交戰守則 吳宗憲則是說沒有 就只是如果有意願的 就可以去報名那下鄉宣講 至於民眾黨的部分 黃國昌提到說 因為其實過去民眾黨 就已經開過多場記者會 來解釋這法條的部分 自己在這個國會裡面 也都有在開直播跟民眾 來進行面對面的宣傳 所以言下之意 民眾黨這邊是沒有要進行 請下鄉宣講的規劃 以上就是現場最新